一年一度的新北市全国青年杯田径公开赛 在新北板桥第一公园举办围棋五天赛事 虽然迈入最后赛程 但太阳公公依然热情 就像选手的心情奋力一搏就为了挑战自己极限 就是小时候觉得跑步就是很刺激 然后我就会想去挑战 就是算是挑战极限 我觉得你刚刚的表现如何 还可以再更好 平常兴趣面对 就是做到自己教练想要的 高三还有一年 希望能好好达到自己想要的梦想 就是能看能不能进到国训之类的 画面看到国中女子组200公尺即是决赛的部分 阿美族选手吴又宁虽然主项目是100公尺跨篮 但在腰部舒服的状态下 仍然以25秒4拿下国中女子组200公尺第4名 100篮的表现我个人是还蛮满意的啦 但是200的部分我希望能够再加强 怎么说 因为自己的最佳成绩其实是25秒 但是这次只有25秒4 希望能够跑到25秒内这样 同场参赛的泰尔族选手张鱼恩 虽然只差0.07秒就可以进入到前8名 但仍然以26秒4突破了自己最佳成绩 那你觉得这次的表现你觉得自己如何 有在唱加急 很开心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跑得更好 就跑到自己的理想的目标 新北市全国青年杯田径公开赛之后 紧接着就是全中运 年轻学生们希望持续突破个人最佳表现 即使成绩不如预期 也喜欢在田径场上挥洒汗水的自己 女士新闻中的事 古新北板桥采访报导